让我们这些志工们 或者是仁义会的菩萨们 能够进去去关怀这些家庭 所以我们就喘息的就是家庭照顾者 他们去做他们要做的事情 让照顾者喘息的这段时间 专业扶持必须让患者和家属安心 因为这些病人都是属于比较严重型的病人 所以如果说我们要让那个家属 有一两个小时的喘息时间 那一两个小时我们是要完全代替这个喘息 这个照顾者去照顾这个病患 那我们也要会抽谈 要会翻身 要知道应对 要发烧 要怎么处理 慈济马来西亚分会社区医疗关怀小组 开办慈济职工喘息服务培训课程 王牙雪在照顾母亲的技巧上 更懂得其所以人 我的妈妈她有失职症 当我们要帮她洗脚 要跟她查药的时候 她不给我们查 所以她现在有杂质 所以在里面我们学到很多 如何照顾她们冲凉 然后怎样照顾她 她的情节 她的那个personal care 那个很重要了我认为 学理课程是知识 实体课程是技巧 从法律面到急救演练 正确喂食与协助翻身等 全程参与并且达到标准者 才具足喘息服务的资格 大爱新闻余少年 林学群马来西亚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